7月21日晚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发布消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志玲 于7月20日晚离世 享年99岁 周志玲生于1925年12月23日 老人生前曾回忆 1937年的一天 他和叔叔正准备过马路 有五个日军从车上下来 当时周志玲的叔叔就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周志玲也被日军刺伤 动也不敢动 周志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三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也只和家人邻居说过 2015年周志玲的亲生经历 以口述正言的形式得以保存 周志玲生前曾说 希望年轻人永远不要忘记 当年被杀害的无辜百姓 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2024年是南京大屠杀惨发生87周年 截至目前 南京清华日军 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再测再世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0余人 南京大屠杀幸福 紫个大屠杀幸福 2021年轻人